诸二末座 众善奉行 修行学佛 我们应该选择适合自己的法门 尽力地去修行 众善奉行 诸二末座是学佛的基础 而法门就牵扯到个人的因缘 与随机度众的需要 只要相应有缘 又是正法传承而来 都值得众生去学习 入门的方式就不太懂了 有的人可能喜欢吃咸的 吃甜的 先吃辣的 不一样的口味 表示佛法有八万世间的法门 但是这个法门最重要 看你怎么入 你可能在这个地藏不上的因缘 你有欢喜信 你就入这个法门 你这个跟观世音不上有欢喜信 你可以写观音的词碑 你跟文哲师律不上的智慧好 你就亲信文哲师律不上的法门 但是很多 我就跟大家讲了很多 现在炼火的人 炼火的人 我像这支律师兰卡 有一群的 我们比较讲是哪一个法师的因缘 都叫人家 我们是净土宗的 我们炼火 我们都是净土宗的 那我就随口再问他们 你们认我叫净土宗 我们是什么宗 我在跟他讲 我是什么宗 我说不是你们认我才叫做净土宗 所有菩萨所有佛的道场 都是净土 我们跟着佛陀学习 如果时时看到佛像 自然升起恭敬心 见贤士奇的向佛学习 想起菩萨的发心 愿意跟随学习 依法奉行 才能使每个人知道有所取 有所不取 离贫饱腹 能够尽心尽力地修行 十方新闻 郭一文 许建议高雄采访报导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 您的支持 欢迎真正通